感觉真的喝了一口春天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世伯 最近春暖花开 天气很好 我们马上就要迎来 二十四季期之一的谷雨 喝茶的朋友们也许会了解 谷雨是一年之中 最适合喝茶的时节了 那么今天呢 小鑫就带大家去尝一尝古语茶 看看她和别的茶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跟我走吧 雨前茶一般在 岁月中下旬的时候上 雨前是喝茶最好的一个时节 因为它这个时候的茶品 它的内含物质比较多 比较醇厚 而且耐泡度也比较高 你可以先闻一下这个干茶的香 确实特别清香的那种味道 这个雨前茶确实是和我们之前喝的茶不太一样 这个茶一口喝进去感觉特别的鲜 就好像春天的感觉 它有一个流香 就是在嘴里面会有一个醇厚的感觉 这种久久的流香 因为它是温度升高嘛 然后雨水也越来越分配了 所以尤其在南方 它可能降雨量呢 能达到一百毫米左右了 那么它这个时候呢 是生长特别快的时期 茶笼实际上 它每个 就是每一个谷雨日 就这一天啊 他们都会去 去采一点 然后加一些药材泡 他们说是这一天的这个谷雨茶 那才是最正宗的 跟明天茶相比啊 那谷雨茶呢 它就是 鱼味悠长 就是中国茶业协会啊 一些机构啊 就就参议 也提议 这一天呢 就是全民饮茶日 谷雨这个这个节气啊 它是春天的 这个最后一个节气了 它等于是告别春天 要进入夏天的 这么一个一个时段 所以我们会发现呢 谷雨它会有有好多 这个告别春天的 仪式性的内涵了 就比如说走谷雨 去到大自然里去走一走 就比如说谷雨天 因为温度升高了嘛 是属于冰层 还高防止的时期 天下也是属于 屈凶纳吉的那个 这种祈祷 你比如说乡村 雨前 乡村嫩如丝 就是这个时候的乡村 唇香爽口 因为乡村呢 它又叫吃唇 那一语的引接着新春的到来 前南中国从早在汉代 就开始吃乡村 也是安全的 也是放心吃 吃了几千年了 谷雨这一天呢 等于是纪念餐节的日子了 相传呢 就是当时 餐节造智 这个皇帝呢 要就是给他奖赏 奖赏小金人什么的 然后呢 他也是都不要 而只要是大家 这个能够丰收 也是崇尚这种 为国 为这个人类 做贡献的人的一种 忠宠 所以呢 一直历史下 一直就保留下来了 所以呢 他像 像一些地方啊 像山西啊 还等一些河南啊 这一些地方呢 他就会有 集参节的这种 这种提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